大家好,我是阿昌 又起床了,今次這間不知名的延居屋 首先,門口又是一隻深色的大門 這次很久沒有做機械鎖鎖 然後來到廚房 廚房大家可以參考這種做法 它就是將這間 PD 門向外掩 因為如果你是向內掩,這個位置放雪櫃其實是頂頂的 但基本上,如果你只是煮飯才關上的 你可以這樣長期開著它 這樣就不會妨礙你用 然後也是儘管做法雪櫃,洗衣機 還有剩下一些鍵筒 然後今次這個,就不是網紅先噴 這個是香港買的 但也是大半 儘量買大 即是你條件可以買大一點 然後這個就 3M 那些二合一龍頭 為什麼大家這樣位置這二合一龍頭呢 然後這邊就一個光衣機 用慣的人就住不了 然後這個熱水爐 有些人可能會用電的 但有些人說一些習慣 用慣裝作煤氣可能會發熱一點 然後這個位置就特地用來 例如給這裡洗完門,乾乾水 把常用的就放在這格 這樣就很方便地用 然後也是那些基本做法 哎呀,這條喉在這裡出去 然後這個大膽的做法 可以用這些大櫃筒 這邊就是那些拉筒 然後這邊就是那些 自己兜牧做的櫃筒 然後儲物能量很強大 因為這邊 這隻屋基本上 這邊的喉可以廢掉 對,只是這一個位置 對,這一個位置 這條二串喉就不能收了 一收就很嚴重了 所以就一直這樣打橫扮過去 扮到那邊就比起洗衣機 對,基本上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經常都很想用一些拉筒的東西 但是記住 沒有喉的位置你才能用到 這裡其實 你變態一點可以加一個 比較窄的轉角籃 但是其實沒有什麼需要 基本上就是這樣 接著就是那個廳,那個廳沒有什麼 這間屋最主要就是處理它這個冷氣機 對,因為近海的關係 屋主就說 它原裝做法的設計有問題 一到夏天 織了一年 那條後的傘就會塞進去水流 結果連年都要用豆腐機下來 去燈掉它 所以這次我用一個裝修佬 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它是最遠的一分 就是那個去水位 所以就一條長口 然後一定斜到這樣 然後下一個三叉 那三叉就接著調去水口 然後留回這個扣子 就是 因為我都沒有什麼損心的 其實 就留回扣子 整個月的時候 就可以 在大遊行買過那些吸到水的叉燃吸層機 然後每天吸收 怎麼吸呢 就把一些散、什麼都吸出來 你就不用找人豆腐機下來 連年豆腐機都覺得慘 這盞風扇燈 又是很漂亮的 屋主也是很漂亮的 屋主的燈 屋主的好的五金月袋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香港買的 既然就是這支燈 然後那支普通級燈燈 然後這支盒子燈 然後這支盒子燈 然後抬面盤 然後是鏡櫃 鏡櫃 鏡櫃就有一塊 通常你會選擇一邊做大鏡 看你喜歡照片一邊 然後上面有一個大的主物櫃 然後屋主又是 不喜歡單梯的 就是一個拉纜 即是這裡可以把刺子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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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或者刺子排上面 下面排一些清潔用品 要用的時候 它一拉 那你就不用勤勤了 因為這些高櫃如果經常用琴梯 老實說 自己的大量真的蠻危險的 然後有一個 建造的天花 這個就是 然後這個熱水 然後這邊 玉瓶味道 當然也是那些 基本企肝做法 一條桶浪一下衣服 然後就 然後也沒什麼 就是這麼多 看一看燈 接著說一下 價錢 對了 如果你這樣傳包 不計換鋁槍 就 三十多萬 三十多萬 三十七 三十八萬 左右 然後換鋁槍 可能四十多萬 還有 這些有時候說很貴 裝修的做法 跟前間公司不同 對 作為裝修的 那些東西不會漂亮的 售工也是中規中矩的 對 但我 只要一間屋 可以長期居住下去 就是 開禮茶 有條件看過 我有點感覺 就是 為何人們這麼喜歡 這些水電 只改為為重做呢 最重要是 不要流水 也有水用 還有 還有 有電容 所以基本上 從新舊樓 我建議這次重新做 其實重新做過水電 在我的立場 是沒什麼錢賺的 基本上 九成的錢 都是派出去的 但是 都是希望這次做過 因為 如果一改位 改一次都還好 如果是上手 改完一次 再改第二次 就開始 會出問題 某個摺碟 可能不知幾次 碎了的時候 就搞到這些東西 你會這麼麻煩的了 因為你有時候 設計公司 為何說 哇 讓人家三十多萬 可能全屋續 整屋都很帥 這些公司 什麼都沒有 只有那套全櫃 還要三十多萬 哇 別人約了公司 你很狼死 但是 你看到那些價錢 那些土產基本上 就是地下 他們 只是地下不打的 只能鋪那些 SBC 地板 然後 水喉電 全部都是改了一點 威油算數 你只是搞基建 即是搞基建 那裡都差了十萬八萬 就在這裡找上錢 不過 放心 我不是銷售自己 因為我發覺 已經總共傷心疲累了 所以 未來今年 我都不會再接生單 就是爬了旗 那些我接種的 做完呢 我真的需要放棄 我發覺現在自己開始 睡得很差 整天晚上醒來 可能是點多少點不睡 可能是 不過做這行 就很容易壓力大 壓力 只要早上剛起床的時候 就很難睡 但是晚上一醒醒 就睡不著 所以就 我需要一個心心的休息 還有 也說一下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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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些什麼藍藥 想找我幫助 我也要說一句 就是 如果希望低調處理 你真的不要找我 因為 我本身 我跟自己地盤的時間 都不夠跟 有些客人 都只是想 可能只是想 要投訴 所以我都沒有在於 去處理這些 是你可能 你肯拍片 我就當作 提供一份 那些教材 放在網上 讓大家 知道你是 什麼原因 會遇到這個難尾情況 我可以透過這條片去 讓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些中夥位 我可能都會盡量 抽些時間去試一下 但是你說 你不想搞大 現時 那些 那些 我真的沒有時間 找到你了 或者是 我認識那些人 全部都是這些人 就像 奶茶那些 他本身做自己 正經過販都做不到 所以 哪會抽到人出來 幫你撿難尾 呢 還有我們這些 會拍片日以外的人 亦都是 他們專心穩真 因為跟難的 其實 你左跟右跟 你基本上都是 那些人不如 我可以整間做 我整間做 至少 扣了一萬塊錢 那我們的第一萬 這麼辛苦 他會監量一下美人 所以 這就是 那邊的情況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到這裏 拜拜